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劉展鸿神父是1929年 新于澳门一个公教家庭 自小已经被圣堂里的礼仪和副祭所吸引 渴望做神父 去到入学的时候 因为一对皮鞋的缘故 最后选择持有小学 因为当时我主日都去大堂参与礼仨 大堂参与礼仨的修生 穿黑长衫 戴上帽子帽 很威风 我很羡慕他们 我跟他们说 我带过祖神父入修院 很欢喜 而且我很喜欢大堂参与礼仨 因为他们听他们唱拉丁歌 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但他们当他们唱拉丁歌 就开始是我圣堂里的希望 那些松白都听到之后 就很欢喜 常常鼓励我 不是反对松 常常鼓励我 好了 我读完小四后 初小毕业 就预备去入修院 因为修院一定要修初中才行 但有一间小学 圣语室小学隔壁 读完六年級 就可以入三个小修院 我说二哥都很欢喜 都带过去那里 起手报名 但一个问题 他说一定要做童军 我说没所谓 后来起手了 童军衣服 皮鞋 我一想不到皮鞋 我一想不到皮鞋 因为我们的叔伯 在欣平出来的时候 去澳门做东西 各个都是我们的手艺 一是裁缝 一是皮鞋 一是裁缝 我一想不到皮鞋 我一想不到皮鞋 我去安多利堂 去蒙尼山 让鞋带太长 上屈曲的时候 踩到皮鞋 就扑下 我一想起了 我不喜欢皮鞋 然后谷的印象 后一手 就起手 我去到那里 一间到那里 我一哥哥说 你不知不知 不如去池尔学 你读完书 我先入修院 因为我两哥哥都持有毕业 去了持有 去到初中 就有资格申请入皮鞋 当时起了一个小风波 但凭着坚持的心 和院长的人词 都跨过了 那入皮鞋 那就是我的困难 我三个人一起入皮鞋 六月了 完了暑假 考完书 放暑假 放暑假 就可以入皮鞋 在皮鞋里放暑假 然后接着医生 医生 连看也不看 他不会说 折腾肺 打抹 不是 看得上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不可以 你太瘦又小 结果 他两天就被修院 那就放暑假了 我跟院长说 我不回家 我和那些孤儿一起 那时的孤儿不放暑假 因为没有家人 我和他们一起 那时有下令班 有一天我很累 在那边睡觉 陈基茨看了一位革命主人 那时没有被整 他走过 没有七星 不够几分钟 他寄了个秘书 演唱叫你 我死了 一定被他散 然后他说 现在你去宿舍收拾东西 去被修院 那我说 很快 他进去宿舍 原来宿舍全部都空了 什么都没有 床坡什么 这衣服都没有了 那我就很急了 你一行李去了被修院 他和我收拾了被修院 那便进入被修院 在寿舍申请入被修院的时候 都得到持有会事的鼓励 那管理员暗中帮助我 他有一天 就把一张信纸放在我计筒里面 我回到去 望月尼莎 一开计筒 有一张信纸 不知道是谁 我拿出去给他 他告诉我 他说 你快去写信 说被修院 要被修院 他鼓励我写了封舍申请 我就欠了封舍申请 被修院 而被修院 修院 修院回答我 在那张信纸后面 就写了几个字 他说 你热心理性体 他自己是苏比恩宠 能够恨心 是我几个说话 那我的封舍 他们的心怀作 何时不知白在哪裏 我很珍惜我的封舍 但我想到哪裏 七十年持有匯士 六十年私度的生活 刘臣赴今日 继续进己所能 协助牧民和修会的工作